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雪花纷纷扬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决定汤达仁邀您收看腾讯视频庆余年 我说过很多次了 不带学生 您先看看这个 你电子邮件发的论文我已经看过了 也回了信 我讲得很清楚了 你用现代观念来抛弃古代文学史 我不赞同 所以别再浪费时间了 这不是论文 腾讯Next Idea 科幻文学网络大赛这是赛程 每周交稿 每周交稿 每周淘汰一批 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文章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您反对现代思想跟古代文学的碰撞 是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求证的话 但如果我换一个方式呢 我已经报名参赛了 科幻题材 故事是现代思想和古代制度的碰撞 主题是假如生命再活一次 为什么要选择生命重来一次的主题 每一个人心里 或多或少都想过重活一次 因为人生总是有太多遗憾 所以这故事真正的意义 是珍惜现在 为美好而活 第一个字就写不出来了 当然不是了 我头几张都写好了 只不过 现在还差个名字 五七年人文社第二版红楼梦 刘于庆 姓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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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得殷功 劝人生 既困浮穷 休学俺那 爱银钱忘骨肉 狠就奸凶 十二支红楼曲里的刘于庆 巧了 巧了 这曲子跟我的故事很契合 老师 现在方便把我电脑连到那块屏幕上吗 可以 可以 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个患有重症 鸡无力的现代心理 睁眼醒来 却成了竹框里的婴儿 脑海还保留着 现代社会的一切记忆 却有古装杀手 围攻追杀 疑惑之间 一个崭新的世界 迎面而来 小姐呢 我赶回来 已经晚了 整座城的人都在杀他 是小姐的孩子 是 还活着 活着 让我看看 你要带他去什么地方 安全的地方 我既然回来了 京都就是最安全的 小姐于汉 你和你的黑旗 为什么不在京都 我听命行事 你是说这件事背后 还有人藏得更深 这座城里的人 我 不信任 你就这么带他走了吗 你能教他什么呀 无助啊 你功夫高绝天下 只会杀人 你也一样 站住 有一个地方会适合他 哪里 探州 你知道的 老太太就住那里 我拥有 我拥有现代人的记忆 却变成一个孩子 命运给我机会 让我摆脱绝症 重活一次 我会好好把握 至于我现在的名字 我叫范贤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这个名字 真的很讨贤 这个名字 不知道 别打了 别打了 小姐 你可回来了 这里都是我怨你的丫鬟 你打他们了 少爷 你爱瞎跑吧 也不碍事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把小姐带上 万一出了岔子 那你可是担不起这责任 你说呢 我问你是不是打他们了 他们不知道你们去哪儿的 他们确实不知道 不知道就该罚 是不是 那我自己的丫鬟是不是该自己管 老夫人让我做管家 这管教下人的事 我还管得了吗 少爷 那我接着替你管教下人 你这是 你过来点 再过来点 把头放纵 把头放纵 你不补剧吗 你不补剧吗 少爷把我 天经地医 上菜吧 上菜 谁打的 老夫人 是少爷教训的 是你打的吗 奶奶 你吃了吗 问你话呢 是我打的 是周管家先打了个院里那几个丫鬟姐姐 好了 周管家 老夫人 少爷院里的丫鬟 都换了吧 是 我这就给少爷找几个董事了去 不用了 奶奶 我还静 今天起院子里都不用人了 那就都撤了吧 是 我这就是安排 马车在门口 吃好饭 若若启程回京都 大哥呢 他留在淡州 去吧 段贤少爷 您也别太难过了 若若小姐出身高贵 回京是迟早的事 您不入族谱 没有名分 与若若小姐天差地别 对了 您院里的丫鬟 我都掉怎么了 那么大的院子 夜里就你一拨人 要小心点 要小心点了 皮刀贵才好 你掉的是梅呀吗 曹呀 那为什么说话 若若 若若 就像方 一样 你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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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 你不要再来 我一定会 你不要再来 我不要再来 发生了 小姐 你是范贤啊 你终于来了 我谁啊 你是我爹啊 我 我不是你爹 你就是我爹 他给你准备的 给我准备的什么呀 竹叶茶 谁给我准备的呀 母娘 胡说八道你 你出生那天 你娘就死了 她一直在 他在哪儿啊 他在那儿 死了 兔子关了 买什么 明天再来 有人要杀我 要不要替你报关 你总得管我 是不是 吴忠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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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啊 我杀人了 没死 就行 他叫费剑 是京都检察院第三处的主办 他是自己人 那我杂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 你没问 那怎么办 前天后 我杂了三面 他不记仇吧 自己人 为什么长这么威缩 你醒了 你醒了 我刚才怎么了 你刚才坐着睡着了 其实你被人砸晕了 是你吧 不是我呀 不是你是谁呀 他咋的 武大人 武大人 京都一别您风采一舅啊 我还是会常常想念您的 你怎么来了 范大人跟院长 让我做范贤的师傅 我天让您来吧 范大人没时间来淡州 还是一直惦念着你 说来也是因为我形势鬼祟 武大人砸了我一下 不是我 他砸的 不是一下 三下 老夫人 这是范大人给您的亲笔信 先生这头 啊 陆域歹徒 遭人袭击了 凶犯可曾抓获 不劳老夫人烦心 坏人已经抓到了 那就好 据先生说 我儿子千里迢迢 请先生到淡州 是为少爷做老师的 正是 不知 教些什么 文桃武略 我倒懂一些 不知老夫人 想让我 教他什么呢 先生自己看着办吧 他学成什么样 是他自己的事 厨房在哪儿 吃饭时间过了 我不饿了 你告诉我 厨房在哪儿 我要吃儿痛吗 没吃的了 你就告诉我 厨房在哪儿就行 你不就在那儿了吗 费先生 借一步说 费先生 您这老师准备怎么当啊 还请管家指教 老夫人实在的话 您也听见了 是 该教什么 不该教什么 您心里应该有个定数 不如我只教他 识文转字 别的一概不管 过于刻薄了 那我就教他行医 行医 将来被逐出家门之后 做个郎中 就不至于饿死人了 一切全是先生做主 你父亲在京都 又娶了一个太太 又生了个儿子 干什么呢 我知道这事 见了我 他都不行理了 别以为我看不见 就想偷摸残过去 我告诉你没办 要不 我得弄死 想着 保证上来死的 特别自然 这家伙就算可恨 也不至于死了 对 改主意了 到头了 我跟你说 喝完粥之后 再回屋玩笑笑一个 你给我这脑子 砸得不清 我睡醒了 上课 上什么课 学医 学医 这是乱坟岗 看不出来 选一个吧 开关 好的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要绝分开关 得先了解人体 找个尸体解剖 做个学习第一步 挺正常的呀 开 尸体还算新鲜 抛开了 查查什么死因 你是不是害怕了 都是细菌 总得来个保护吧 什么叫细菌呢 总之就是很脏 那好得戴个手套吧 抛师是要在 细小深微处组文章 手套臃肿 抛师 何其不便 不是冬天太子那种 手术手套特别薄 天是手那种 懂吗 你说那手套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动完刀 你就好好洗手 不就完了吗 武厨师很厉害 可以 四大宗师比肩 要不是武大人 平时出手不多 名声不鲜 天下宗师 就应该是武卫了 你娘和武竹叔 有什么关系 武大人 是你母亲的仆人 那我娘岂不是更厉害 你母亲确实是天下无双 他当年是怎么死的 那不能说 多少透露点吧 你话太多了 你是不是坚持不住了 你一定受不了的时候啊 老师 我还是个孩子 我 我跑了一晚上的事 你就是给我煮这个 对 有调料吗 没有 这吃法我娘教你的吗 你想说什么 我娘是什么样的人 她叫叶青雷 还有呢 其他的 忘了 这本真情秘籍 是你给我的 还记得吗 这是你娘留给你的 这本真气 我练了有点问题 不好控制 特别霸道 说 这本真气有名字吗 有 叫什么 霸道真气 我怎么觉得 是你献起的呢 我这真气不加控制 恐怕对身体不利 说 这真气到底该怎么练 不知道 我没练过真气 可老实说你超厉害的 还行 我娘是不是被你气死了 忘了 那我这真气问题 到底该怎么办呢 吃完萝卜 跟我来 运用你的真气 将真气灌注在脚上 速度会更快 我没练过 也不会用真气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来锻炼你的身体 来锻炼你的身体 什么办法 我打你 然后呢 你躲 就这办法 只要你有足够的眼力 反应 速度 和力量 尽力躲开 再来 感谢唐炼 没事 没事 小孩子都贪睡 想想 是什么毒 什么时候下的 怎么中的毒 你在我剪筷子的时候 下了毒 味道发色 所以混在野菜里 按平时教的 自己选 对不对 这瓶 想好了就吃 对不对 吃了就知道吧 怎么 老师 这怎么了 选错了 那其他名字的味道都不对啊 我跟你说让你选一瓶 并没有说那里边有解药啊 老师你太 老师 太过分了 你砸我头子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呢 你要是不服 你可以对我下毒 你要是把我毒翻了 你还就出事了 今天应该我给他上课啊 今日我来给他上课 我来给他上课 叔叔 我觉得永远都躲不开 你需要时间 老实说 您和四大宗师一个水平 差不多 打过 有的打过 谁赢了 打平 那可是世上最强的四人了 您没去过五 就能和大宗师打成平手 足够快 足够强就可以了 要多强才能和大宗师看好 五叔叔 叔 前面就是悬崖了 能做到这么强 就可以了 叔 还是不是人 老师 坐 查理心条的毒 您试试 又是段肠猴 查理没有啊 你怎么做到的 表皮没有 内里有毒 你自己想想吧 出招了 怎么毒啊 不是毒 而是时间 这些日子 老师都是用了上等毒药 老师 您不是中毒了 而是您捕得太狠 气血旺盛 你倒是聪明 真是另辟蹊径了 算是出师了 嗯 你中招了 我就出师了 对 我出师了 我出师了 习总会散 人总要分 别送了 这些年 我真正能全新新人依赖的 这五竹书一人 他当之无愧 现在有多厉害 别忘了 丹州还有一个 这么不听话的学生 给 检查院提资的腰牌 院长让我交给你的 你们这院长是不是认识我 他跟你母亲是旧事 我有东西给你 用羊肠做的 以后解剖尸体 先毒药 就把它带上 好 我喜欢 我要是早些年碰上你 我可能会选择另外一条路 娶个女人 养你这么一个狡猾的小混蛋 老师 将来我给你送中 他走了 反而是好事 他留在淡州 就会把京都人的目光 招引过来 我会有危险 如果 洪驾骑士 出现在淡州的街头 真正的威胁 也就来了 什么洪驾骑士 范贤少爷 你在干什么 你在等洪驾骑士 什么洪驾骑士 你不懂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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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范江少爷 还在等轰鸭起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人都是借我去京都的 谁让他们来的 罪案是你父亲 我已经回绝了 京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娘死在京都 留在淡州 命会长些 可是他们都在外边跪着呢 让他们跪 跪死了 替他们收尸 时光在岁月潮河里 不停地轮回 记忆在前世间成立 不停地教诲 满满心河醉 转眼见春去秋来 眼儿已难飞 谁又能设下和你这一生笑碎 在梦里转了千百回 看落花无言 流离中年复一年 细数这余年 纵然是在不相见 灯落千年 无悔无怨 小小红尘 小小红尘 思念如从前 听笑月已无言 你一把温柔的心 堪固着余念 总敢是光顾千山 一路风言 你是终于我 并肯着余念 人若花无言 闻离中年 不一年 细数这余年 纵然是在不相 天断了千年 无悔无怨 小小红尘 思念如从前 听笑月已无言 有一把温柔的心 堪固着余念 纵然是光顾千山 一路风言 你是终于我 并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